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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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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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与共由五粮夜独家冠名播出 世界之美和而不同 五粮夜邀您一起举杯大国农乡 共赴和美未来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 闪亮登场 开想梦想一路去开窗 不会希望的跨踪 梦想感动不是在书说 你无目的美好 共资成中国 伤透 欢迎来自各国的朋友们 期待你们今天的精彩呈现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研究所特别研究员 向浩宇和我们一起 美美同行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 它的三分之一国土面积 都位于北极圈内 有着万岛之国的美称 而且海产品非常丰富 我想您说的一定是 北欧的挪威 没错 挪威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它的英文名叫Norway 它意思就是朝北的路 那么据说是前人啊 沿着这条朝北的路 来到了这儿 建了一个家园而得名的 而且挪威我们知道 它有非常梦幻般的极光 还有非常丰富的海产资源 挪威的三文鱼 那绝对是海产品当中的 超级明星了 2023年中国成为了 挪威的冰仙三文鱼 在亚洲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 怎么样 是不是说的你有点馋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要从这挪威的三文鱼说起 挪威 位于欧洲大陆西北角 斯堪蒂纳维亚半岛西部 这里的秀美峡湾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与十五万多个近海岛屿交相回忆 形成了漫长曲折而优美的海岸线 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寒冷的北极水域 与温暖的墨西哥湾流交汇于此 为挪威海产提供了天然的成长天堂 船员穿越大洋 渔民出海捕捞 悠久的渔业历史 也让海产大国挪威 引以为傲 大家好 我是童安瑞 是挪威海产局 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总监 在2023年11月 成功举办的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波浪会上 挪威海产局 就以挪威海产 融入中国餐桌 为主题参长 为大家带来了更多高品质 营养美味的挪威海产品 其中三文鱼作为挪威海产的代表之一 收到了各外热烈的欢迎 2023年中国首次成为了挪威冰鲜三文鱼在亚洲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 在挪威三文鱼源源不断跳上中国餐桌的同时 两国在海产领域的合作 也在向海产加工 养殖设备等领域 不断扩展延伸 有一座中国制造的超级渔厂 正在挪威深海里默默发力 大家好 我是中国船博武昌造船战略发展部的高娃 2014年 当我们听说能与遥远的欧洲国家挪威携手 建造一个世界首座规模最大 智能化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深远海渔业养殖装备的时候 都感到非常兴奋 但由于这是全球首例研发项目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熟悉船舶海工的专家都感到非常困难 2016年 海洋渔厂一号正式开工建造 我们与挪威团队的成员们 经过300多天的不懈努力 2017年6月 海洋渔厂一号终于建造完成 并正式从中国青岛起航 经过15000多海里 历时1940个小时的航行 最终抵达了挪威 海洋渔厂一号 已经服务了六年多 中国制造让我们开创了深海洋制的新时代 也让更多鲜美的三文鱼友伤了 更多寻常百姓家 中国制造正在让更广阔的海域变成蓝色粮仓 让我们有请故事主人公登场 共赴和美之约 挪威海场 海产部主任高娃人士 挪威海产局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总监 洪安坠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知道挪威是一个海产大国 在海产养殖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您能先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挪威它有一个很长的海岸线 我们也是有比较好的自然的条件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挪威风景 有山有水 而且这边的水温水质都非常适合做这种三文鱼养殖的 我们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够一个持续的方法 满足这个全球对三文鱼的一些需求 同时保证这个生态环境 我们就想我们要拓展 从近海的这些小湾走向深海 这是很远的一段距离 我们特别想知道到底近海养殖和深海养殖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 近海养殖它的风浪跟海况条件是非常好的 但是深远海就不一样了 必须要依靠海洋工程装备 我们曾经在出海吊烟的时候呢 就曾遇到过八级的风浪 那那个时候的船就像冲浪一样 在海面上拍打和颠簸 那很惊险啊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就用十二边形的一个钢结构 为鱼儿们铸造了一个非常安全和牢固的海洋鱼场一号 作为它们的家园 能让鱼儿们能在深远海 能让它们本来的栖息地快乐地成长 它的总高有69米 相当于23层楼那么高 只经有110米 可以容纳25万立方米的水体 相当于200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 相比传统的网香呢 要大400倍左右 如此的海上巨无霸 得要多少人来操作它 配合它才能完成咱们的深海养殖工作呢 最多只需要七个人 就可以喂养150多万条三文鱼 我们可以看见它上层的白色建筑物里面 就藏着它最智能化的智能操作平台 从投放鱼苗 投喂鱼饵 到成鱼的收获 工作人员基本上只需要轻轻点一下按钮 然后等待自动完成就可以了 足以见得它的高度智能化 自动化 非常的了不起 都说万事开头难啊 海洋渔场一号是世界首座规模最大 智能化还有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深海养殖装备 那么可以想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的 我们在接到这个项目后 也与挪方的专家们一边设计一边建造 而挪威的那些三文鱼宝宝们 小鱼苗们也都在等着我们这个设备运抵挪威 一旦错过了这个鱼苗投放的最佳时机 我们的损失将会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们经过三百多个夜以继日的工作 终于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 在12个月之内就完成了生产介造 交付给了挪威方 这幅照片呢是当时海洋渔场一号 运抵挪威安装好之后 我们出海去看海洋渔场一号 大家都非常的欢心雀跃 当地的民众还在船上拉着手风琴 给我们演唱当地的民谣 这张照片是交付仪式上 当地文化工的演奏乐团为我们表演节目 他们当时还为我们演奏了 卧虎藏龙电影的主题曲 当地烹饪学校的学生们 还以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口味 为我们制作了丰盛的晚宴 所以海洋渔场一号装备交付的那一天 就是中挪两国人民鸣心相通的 最燃的瞬间 没错 在渔场交付一年后 我们就迎来了丰收记 这是我们丰收记的时候 回到了福尔岛 我们入住当地的酒店 房间墙上的图片 已经被换成了海洋渔场一号的照片 当时我们非常的惊讶 也非常的惊喜 在我们项目的过程中 这种小小的感动时常存在 那我们也很好奇 到底我们海洋渔场一号 培育出来的这些三文鱼 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海洋渔场一号的三文鱼 因为渔场把鱼儿带回了深远海 模拟了野生三文鱼的生长环境 三文鱼的生活环境越好 它的肉质越鲜美 养殖的三文鱼和野生的三文鱼比 它的品质会更加的可控 也更适合生食 这种小费者能追逐到这个海场是来自哪里的 三文鱼从所谓的出篮 加工 包装 能源运输到中国 三到五天后 一定可以 短上 中国消费者的餐桌 其实我带来了一些挪威的三文鱼 做出来了一些美食 我请你们尝一下 看着很美味啊 所以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今天有六道菜 首先我们可以看挪威人怎么吃三文鱼 然后我们这边就准备了两道菜 第一道菜就是煎三文鱼 配上土豆 配上黄瓜 是一个挪威的传宠食法 我们还有一道菜也是煎的三文鱼 我们是用奶油一面的 说明我们也可以就不同的一些烹饪方式 或者一些菜 我们都可以加上挪威三文鱼 这道菜 肉丸子 对 中国有一道菜很著名 菠萝古老肉 对 这次我们做了一个小的创新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古老鱼 这个也是用三文鱼做出来的 还有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中山里面的砖碗似的 我们这个汤也是三文鱼骨头汤 三文鱼的骨头汤 这叫圆汤配原料 对就很养生 这是挪威版的骨头汤窗碗 这个也是我们收到一些意大利菜烹饪的一种灵感 品相上一看就是西餐的特点 对 这个呢 这个我们叫做玫瑰三文鱼的 像玫瑰花一样 它表面的光泽啊色泽特别漂亮 谢谢您热情的介绍 我觉得这六道都是又有创意又有心意啊 有口福了 我尝一尝这个鱼丸 我也来一个这个菠萝古老鱼 尝一下看 非常磁石的三文鱼的这个鱼肉 真舍得用料啊 这可能是咱们深远海的三文鱼 这个鱼丸一口咬下去 我觉得我已经把整个海洋纳入了我的胸腔 大海的味道特别好 再尝尝这个古老鱼 这个古老的味道很正宗 就那菠萝古老肉的感觉 好吃 这也好吃 高女士你尝了这个是什么感觉 这个鱼肉的品质确实是非常的好 跟我们在挪威时候吃的那种传统的 挪威的三文鱼非常相似了 咱们挪威当地中国馆子多吗 越来越流行 挪威人爱吃中餐吗 我觉得挪威人也很爱吃中餐 他跟中国消费者比较一样 都比较好奇 是新的东西 这个是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三文鱼可以融入到很多菜里面 挪威人也喜欢尝试一下 说不定以后会有挪威的那边做古老鱼 受到中国这个灵感很有可能 您一定要把这个创意带回去 我觉得对美食的向往 应该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有尝鲜的这个欲望 再次谢谢佟先生带给我们的美食 我们也有美酒回赠 邀请您品尝我们的五粮宴美酒 不管是美食还是美酒 都源于匠心的酿造 我们一起用手中的和美五粮 致敬匠心 用挪威的干杯 叫Score 以穿越时空的经典 来享受跨越地狱的美食 Score 融合了中挪两国智慧的 深海养殖装备 不仅为我们带来了 更多新鲜美味的鱼品佳肴 也丰富了我们的海上牧场 蓝色粮仓 更是成为了中挪两国 在海洋领域成功合作的典范 我们现在有一个目标 叫做向海要粮跟海沐鱼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维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实现粮食安全 维护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知道中挪两国其实在这方面是非常互补的 在海洋领域合作是非常多元的 包括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 也包括海洋科技的研发 海洋的一些公共的服务 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来保护海洋 可持续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 那么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能够造福千秋万代的一个伟大的事业 我们也衷心地祝福中挪两国未来 在深海领域能够有更多更紧密的合作 与君远相知不到云海深 接下来欢迎来自中挪两国的艺术家 带来精彩的文艺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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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怀想 旧日朋友 岂能相忘友谊的旧天长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ten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ten and days of old lang syne 有一万岁 有一万岁 就被同意当上歌颂 有一滴旧天长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ten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ten And days of old lang syne Fold lang syne Fold lang syne My dear Fo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ld lang syne Fold lang syne Fold lang syne Uu you uu you I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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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 Fold lang syne Fold lang syne Fold lang syne 大海蕴藏着无限的希望 那就让中农两国继续携手并进 奏响海洋中的激情乐章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 地跨赤道 是东南亚面积最大的国家 在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当中 都会用到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 来形容飘渺无踪的极远之地 像四大名著中 《水浒传》《红楼梦》 都提到过找挖国 您这个也太简单了 相当于开卷考了 这个国家就是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那么您刚才说到极远之地 其实就在现在的印度尼西亚 中国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 它七次下西洋 其实七次都到达过印尼 印尼是 中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畅之地 最近中印尼的合作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万高铁 这也是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 标志着印尼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 在印尼蓝色海岸线上 还有一个标志项目 那就是爪哇岛上有一片 被中印尼建设者集体守护着的红树林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从这片红树林说起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位于赤道沿线 是地球上火山分布最密集的国家之一 被人们称为火山之国 除此之外 它还被称为千帝之国 印尼全国共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 众多的岛屿 成就了其亚洲最长的海岸线 海岸线上遍布着世界总面积最大的红树林 这里是印尼爪哇岛西部 一片总面积为十七公顷的红树林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红树林 红树林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 无数动物 微生物生活在其中 除此之外 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二氧化碳储存储库 生长在热带雨林的红树林 能够新收比同面积的热带雨林 多五倍的二氧化碳 成熟的红树林能抵挡巨浪的侵袭 对生活在沿海的居民意义重大 二零零四年 印度洋发生特大海啸 有一个离海岸 仅有几十米远的村落 因为红树林的保护 免遭巨浪袭击 得以幸存 所以红树林也是林海居民的生命防线 大家好 我是杨欢 国能印尼爪哇电厂 红树林级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小组的成员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由我国与印尼共同合资建设的 目前印尼技术最先进 也是最环保的燃煤电厂 国能印尼爪哇电厂 在我们进行这个项目勘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一片长得稀稀拉拉 撑枝不齐的小树林 它的总面积达到了4.7公顷 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当大家知道这是一片红树林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都毫不犹豫地说 一定要留下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保护红树林就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执念 红树一棵都不能少 后来我们组建了红树林级野生动植物生态保护工作小组 并成立了红树林生态保护中心 所以我们现在的红树林的面积 已经扩大到了17公顷 比我们最初的时候已经扩大了十几公顷 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动物 现在周围的居民就常说 我们这儿不像一个电厂 更像是个野生动物园 越来越多的珍稀的野生动物就到这里来安家 坚持生态文明建设 保护生物多样性 是中印尼建设者的共识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是中印尼同事共同坚守的绿色理念 我们要建造的不仅仅是一座经济的电厂 更是一个生态的家园 掌声有请故事主人公登场 共赴和美之渊 共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家园 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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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 您好 欢迎您 两位请坐 很多人会问 到底安齐所在的是电厂 还是一个野生动物园呢 我们来自然而谐相处的生态家园 几个 gambar di depan ini yang menunjukkan progres perkembangan dari mangrove di wilayah pembangkit kami pada gambar pertama ini merupakan fase awal konstruksi ini diambil pada tahun 2018 di mana kita lihat pohon mangrove masih sedikit dan terlihat jarang-jarang dan pada tahun 2022 kami melakukan kegiatan penanaman pohon mangrove sebanyak 12.000 pohon dan 12.000 pohon itu kami ada dari 6 jenis spesies mangrove lalu kita lihat di gambar terakhir itu ada kondisi di mana luasan mangrove sudah mencapai 17.000 hektare dan menjadi rumah bagi hewan-hewan 你们平常跟这些动物 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他们是不是就是 像你们的同事一般的存在呢 当开始的时候 我们来到这个电厂 我们是不知道 会有这么多的动物的同事 这些野生动物看到我们 可能还会有一些 害怕它会躲得我们远远的 但是随着我们长期的这种相处 它可能也发现到 我们没有伤害到它们的行为 慢慢地它们的胆子 就变得越来越大 是不是就会跑出来溜弯 这些全都是我们爪哇 电厂现场能拍到的 所有的野生动物的 一个常见的一些种类 像第一张 这个叫圆笔巨蜥 一级保护动物 在我们爪哇电厂的现场 红树林区域有50多只 它看着我们也是杀鸭子就跑 然后第二张的话 其实是我们红树林的这个视角 来看我们的电厂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鸟类 聚合起来的话 应该有上万只的鸟类 早晨太阳出生的时候 或者是落日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白鸟灰潮的 这种很漂亮的场景 这在我们电厂是 基本上天天能见到的 第三张这个照片 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 这个的话在我们那边的学术名称 它是叫做原尾蝎后 它是非常少见的 第四张和第五张的话 这是我们在现场常见的 两种素蜥 它就是在我们员工的 这个电瓶车上 时不时就会窜在 我们的生活周边 第五张的话 是我们同事发过来的 他说这只蜥蜥 是在他宿舍前面的围栏上 已经跟他一起相处 大概有一年多 非常熟悉彼此 可以让他随便拍照的 通过这些照片我们真的感受到了 在找吧电厂周边的这个环境 绝对是真正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啊 这么多的野生动物 对你们的日常工作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如果正正确选我们将是 有一件事是有影响的影响 有影响的影响 有影响的影响 我們使用的影响 環節的影响 因為有影响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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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响的影响 有影响的影响 只有15km 你可能可以想想 你坐在影响 但你的朋友在路上 你可能會走更快 那些人 可能會有點不太 但我們沒有在乎 我曾經過 我曾經過 看到有兩隻羊 有影响 有影响 可能她們有影响 或是她們在練習的 所以我們要不停 等待10分鐘 他們完成 我可以走 有影响的影响 我們可以安全 如果他们运动 我们也不会害怕 有些人在这里 所以保护好这些野生动物 已经也成了你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了 对 有数据表明 现在全球有341种 受到生存威胁的物种 这是生活在红树林当中 所以我们保护红树林 其实也是在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虽然我没有办法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我们这个神奇的红树林 但是我们也带来了一些 印尼这个红树林制作的一些食品 可以让大家尝尝红树林的味道 太有心了 谢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们来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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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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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它是一个 salon 可以直接配戴的 可以切在腰上是吗 对 当时是不是还挺喜欢 这种大地色系的 对 浅黄浅浅 大自然的颜色 对 大自然 这就是印尼传统的沙龙 沙龙 来 大家觉得这沙龙好看吗 好不好看 主持人好看 谢谢 谢谢 很有特色 我就先穿着了 这样有一种来到了红树林的感觉 这些都是通过红树林的这种胚轴 或者是它的果实 或者是它的叶子 进行加工制造的 这个就是我们用果实 烹饪15分钟打碎 然后加上一些糯米粉 椰奶 做成的这种翠片 这个也是红树林果实的这种翠片 这个是用红树林的叶子 混合这些 红树林的叶子 对 你可以从那个尝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香料的祖产锅 对 所以它的所有的饮食 都会加很多的香料 真好吃 这个的话是海商锅 做的一个糕点 它是经常会被用于经济衍生品的制作的 是最常见的 像这个海商锅 它除了做这种饼干糕点以外 它也做这个果酱和果汁 这个就是能最接近我们海商锅的味道的一个 海商锅 是不是特别甜 这个好 酸酸甜甜 对 酸后就是甜 谢谢两位很有心带来的美食 我们继续坐着聊吧 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些红树林的这个食品 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红树林机构 与周边的社区居民合作开发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衍生品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们增加一块经济收入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主要方向 我们可能是邀请一些技能培训的人员 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作物的一个衍生品的开发 我们还要跟周边的其他的红树林的保护机构进行合作 然后拓展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的范围 就是共建共赢的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模式 我们是我们的 所推进的性能量 比较比较碰 比较比较比较碰 比较低 这里中间写 中国与印尼合作的意义 绝不仅仅是建一座电厂 修一条铁路 筑一座大桥 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帮助当地 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两国的艺术家 带来艺术上的融合碰撞 心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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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尔 入drop 我 是 在 面 伸起 渡乎等你的渡了你 无畏 风儿啊吹动我的船方 船儿啊随风荡漾 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 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 你千万要把我又记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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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儿啊随风荡漾 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 你千万要把我又记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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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追对我的转发 转而言随风荡药 转而言随风荡药 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 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 红树林是有记忆的 它会记住日月星辰的轮转 记住海浪潮汐的冲击 记住岛屿的人文古今 更记住两个国家的普通人们 对红树林的悉心照料与守护 愿这片红树林在未来 能够茁壮成长 地结友谊知凡夜貌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 与我国山水相连 提林而居 是与我国陆地边界线 最长的邻国 2020年这个国家 向我国赠送了三万只羊 一度传为美坛 您提到羊我就知道 这是我们的邻居蒙古国 蒙古国跟我们有着 非常深厚的渊源 也是第一批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它也是典型的一个大陆性气候 它常年的平均温度只有1.56摄氏度 而且温差很大 假天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40摄氏度 冬天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50摄氏度 而且它北边受到西伯利亚寒冷气候的影响 南边又受到中亚温带气候的影响 处于一个风速非常大的过渡地带 所以这也导致它是世界上最容易出现荒漠化的一个国家之一 2021年的时候蒙古国提出了要在10年内种植10亿棵树的计划 而蒙古国又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中某在防治荒漠化合作方面说起 蒙古国地处亚洲中部 北林俄罗斯 南林中国 以其广袤的草原游牧文化而闻名 蒙古国与中国传统友谊深厚 历史上这里是万里查到的重要驿站之一 今天中蒙俄经济走廊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密 中国支持蒙古国种植十亿棵树计划正逐步落地 共同推动构建蒙古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我是护兰拜克 来自蒙古国科学院地理与地质生态研究所 是荒漠化研究室主任 我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工作三十多年 蒙古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公共牧场的国家之一 全国超过七成的土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荒漠化 其中荒漠化最严重的戈壁苏木贝尔省 荒漠化程度达到全省面积的99.02% 土地管理不到位和全球气候变化 是造成这里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荒漠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越来越多的沙尘暴和沙尘天气 每次沙尘暴来的时候 沙尘遮天蔽日 人们的住所 湿地 铁路和高速公路均被破坏 牧民的牧场被沙地覆盖 生出大量损失 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2021年 特大沙尘暴的次数是四次 2023年 沙尘暴次数更是高达11次 包括蒙古国 中国在内的 整个东北亚都受到沙尘暴的影响 蒙古国政府尝试实行过荒漠化防治及绿色计划等各类方案 但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为了防治日益严重的荒漠化问题 蒙古国于2021年启动了一个重要计划 我们要在2030年前完成十亿棵树的种植 这是当前我国荒漠化治理的国家行动 随着中国蒙古国两国合作的开启 我们开启了扭转蒙古国荒漠化现状的重要合作 我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吴波 我们中国和蒙古国开展荒漠化防治合作 时间已经很长了 近十多年来我们开展了很多荒漠化防治技术研修班 培训了很多制杀方面的人才 同时我们中国也派出了很多荒漠化防治方面的专家 赴蒙古国开展荒漠化防治技术的研究与示范 我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地理研究所的李生宇 2018年我和弗莱拜克教授 在蒙古国联合建设了20公顷的实验示范区 探索实现撒漠化草原生态恢复的方法 大家看到这些大约一米深的壕沟 其实就是我们精心设计用来拦截沙子和收集雪的 雪在沟里融化成为干害地区非常珍贵的水资源 然后在沟里种植一些灌木和草本 目前看来在当地这样的效果使用非常显著 这些灌木和草本长势很好 除了这种微观地形从塑的方法外 我们还通过机械快速建立防护林 飞波等多种方式来探索恢复生态系统的好办法 我们已经完成超过4200多万颗树木和灌木的种植 未来我们将继续和中国携手合作 实现我们保护环境的共同目标 也就知道我们从这一开始开始 我们在新人的旧 我们在新人生的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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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亿怎么说 200亿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这11棵树不仅对防治荒芒化意义重大 对于固碳也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成熟的11棵树每年能够固定2180万吨的二氧化碳 它可以抵消我们生产200亿双一次性筷子产生的碳排放量 通过这三个数字这么一结架 我们再来理解这10亿就能明白背后的价值和意义了 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把咱们中国比较先进的这种防杀制杀的技术和材料 用于蒙古国光化防治合作 同时呢我们把中国主打的这种防杀制杀的一个职务 用于蒙古国 我们影重大概十几种 效果还不错 今天是不是也带来了 对 我现在也带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是缩缩的苗子 它很小 但是它具有非常强悍的耐汗耐盐碱的这种能力 它可以耐到一升水里面有30克盐 这样的情况下还能继续生长非常好 生命力这么强 还有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它的种子非常小 类似一个扁豆呢 这个扁扁的一个小圆形 只要水分合适 可以三四个小时迅速地萌发 这种玉的苗 当年就可以长到这种两米左右 这个一个高度 这个在蒙古国表现也非常好 这个我们在实验区种植之后 也是当年能够长到将近七八十公分的 这种样子 不错不错 对 制杀小能手 那这个呢 我们看到这个果实啊 是一个罐名叫沙吉 也是具有非常耐汗的这种能力 耐盐解也非常强 它的根 茎 叶 果 都具有非常好的这种营养价值 这是沙吉汁吗 对 这是沙吉汁 沙吉汁都喝过 说它的维生素含量极高 维生素C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号称维C之王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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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今天我们现场请大家品尝一下 这就是维C含量膏的饮品 该有的味道 酸酸甜甜 谢谢 好喝 这个是叫刺沙棚 是这个干旱区的一种 叫风滚草类的一种植物 风滚草 所以它的名字很形象了 风一吹它就滚着走 翻滚的过程 就是种子传播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荒漠草原地区 这个植物反映一场非常普遍 我们蒙古国做试验的时候 看到这样子一个景象 就大量的风滚草 挂在我们试验区的这种围栏上 就是密密麻麻的 这样反而成了防护墙 对 我们经过风动试验表明 有了这个作用之后 把地表风速降低了 土壤的蒸发降低了 植物就很快可以萌发 比其他地方要蒙发得快 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 无心插柳的这样一个发现 谢谢您的介绍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 《荒漠化治理神器》的几个代表 但是想想看啊 在茫茫大漠 要想让这些神器 行之有效的工作 其实绝非易事 所以呢专家们必然要 一遍一遍地进行 野外的实地考察 那考察就意味着 更大的考验随着来了 遇到过最极端的情况 是怎样的 这就是那次沙尘暴的现场拍下来的画面对吗 蒙古国是一个地瓜人稀的地方 我们野外考察 就是经常是 你就赶不上一个城市点 或者居民点来居住 所以经常在野外 要搭帐篷过夜 我们做饭 做饭那野兽露天 做法一个小炉子 一小锅一小锅 做完一锅再做一锅 那沙子可能自然就进去了 所以吃的都割牙那种 但是这个野外工作嘛 我们都习惯 就是这样的一个 也是其乐无求吧 这样的感受 可能因为 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嘛 所以不管是吃带着的干粮 还是在现场做熟的粮食 可能真的是一半是食物 一半是沙子了 我知道2023年6、7月份的时候 吴教授是帅团队 特意去了蒙古国进行考察 对 为了早日帮助蒙古国实现 十亿棵树的种植目标 6月26号到7月10号 我们来自中国林科院 北京联益大学 还有中国科学院的14位专家 组成了一个考察团 对蒙古国的方法化情况 进行了现场的考察 中国制定了要支持蒙古国 种植十亿棵树计划 和中蒙防治荒漠化 这个技术合作 9月1号 中蒙防治荒漠化合作中心 揭牌 这个呢是为我们下一步 中蒙的荒漠化防治合作 奠定了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基础 你说中蒙两国是好邻居好伙伴 其实我们支持蒙古国 种植十亿棵树计划落地 这是落实我们提出的 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 一个生动的实践 就它的现实意义而讲 我想有利于促进 中蒙两国在内的 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生态安全 同时呢 它对于促进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 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 相信在两国人民的 共同努力之下 种植十亿棵树的计划 一定会如原实现 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树 种进我们的绿色家园 奏响人与自然 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 精彩的文艺表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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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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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欢迎 我们 非常非常美味 所以大致 增加 在福建 对 是个有效的 我们的七个目的 没有科学 有效 有效 你快乐 你快樂嗎 我很快樂 只要大家和我們一起唱 快樂其實也沒有什麼道理 告訴你 快樂就是這麼容易的東西 Don't worry me and me 你快樂嗎 我很快樂 年輕的情夢 狂狂擁抱腦 你快樂嗎 我很快樂 It's me gonna want 花樣的飄飄 小小的郡曹 跨越了上海 明星都相同 此刻大方一彩 小小的草連結萬里的琴 他們在唱歌都一起聽 香鼓 平鼓 即退鼓 感受快樂的氛圍 我不會哭 後頭 郡露 腳靈指 給美麗的明天 行情室 直至凝結 風霜 還有雨雪 如果高山大海 披星待月 快樂在荒野開出心率 一草代目 電視成了金句 荒野現在變成彩色 開心的理由不止100克 這一天的笑容紀錄拍攝 此時此刻 我們享受快樂 快樂其實也沒有什麼道理 告訴你 快樂就是這麼容易的東西 Don't worry me and me 謝謝 謝謝兩國歌手帶來的歡快的歌曲 小小一株草 情千萬里長 就讓我們繼續向下扎根 扎下有意之根 向上生長 長出共贏之果 美美與共 由五良夜獨家冠名播出 世界之美 何而不同 五良夜邀您一起舉杯大國農鄉 共赴和美未來 北濟 歡迎您 北濟 歡迎您 蒙古 歡迎您 挪威 歡迎您 小明星大跟晚餐 我們要不要再讚握 小明星大跟晚餐 大跟晚餐 很好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